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这视频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夏天的几套日常穿搭 因为其实平时日常出门的话不会穿得很花哨 这支视频分享的几套穿搭基本真的是我的风格的代表了 然后这支视频的结尾呢还会有一个小福利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看到视频结尾哦 我这样还是把头发给绑起来了 我觉得短头发真的还是不好打理 头发经常就很容易像那种爆炸头 那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身上的这一个衬衫裙 这条裙子呢是Cost的 最近真的就非常着迷这种衬衫裙 就走到哪都想看有没有好看的衬衫裙 非常喜欢它的颜色 它呢就是一种浅卡其色 然后有一点裸色的感觉 就它镜头里因为打光的原因 看上去颜色比实际要浅一点 它其实是一个长袖 我把它玩起来了嘛 但是它的面料就很轻薄 所以我觉得就算在夏天穿 这样玩起来也不会觉得很热 这条裙子看起来有一点点A字裙 但是它下摆的地方就稍微做了一个圆形的弧度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简约不简单 就是一件可以从夏天穿到秋天的裙子 就非常的实用 然后你稍微冷一点 还可以加一些小外套啊 加一些皮衣啊 加一些风衣 真的超级实用 因为这条裙子它就比较简单嘛 我觉得越简单的衣服其实越挑人 所以我觉得穿这种比较简单的衣服的时候 你可以多加一些饰品 就可以带一些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耳饰啊 或者带块那种比较有那种厚重感的表 或者带一些就是比较有装饰性的鞋子 然后下面这个单品也是我最近超级喜欢的一个单品 就是背带裤 说实话其实我穿背带裤一直不是很好看 可能因为身高的原因 但是这一条是Topshop的嘛 这条买来上身之后 我发现 哎就是腰啊腿啊的地方居然不是那么的显粗 因为我就是是手臂比较粗的那种类型嘛 其实我穿衣服是应该尽量把上身给遮住 尽量露出下半身的 但是我偏不 我就是特别喜欢露手臂 然后特别喜欢把腿给遮住 结果这条上身我就觉得非常的满意 特别就是有那种休闲 还有那种随意 就是很有那种外国女生的感觉 我里面就随便搭了一个这种白色的小背心嘛 我觉得这个背心的白心就特别容易显得人 就是有点虎背熊腰的 我觉得如果你手臂和背上都稍微有一点瘦的话 可以选择一下背心的这个肩带更宽的那种背心 或者就直接穿短袖在这里面 在Topshop他们买这个牛仔裤 它有三个尺寸嘛 就是regular petite和tau 我这条我买的是regular 然后我把这个裤脚稍微玩起来了一点 就是一个完美的九分的长度 这种背带裤一定要买九分的嘛 我之前就在想要不要买petite 但最后我觉得还是买regular好了 结果买来之后真的很满意 腰这地方也不会显得你很臃肿啊什么的 它这个肩带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身材比较有信心的话 就里面可以直接穿一下这种运动背心 搭这种背带裤我觉得会超级好看 下面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买的非常满意的一个单品 就是这一条Mango的这个白色短裤 真的是第一次我在Mango他们家买到这么合身的裤子 我这个腰穿上真的是巴拉巴适适的 我以前在Mango买的裤子穿上至少都大了一个手掌 没有那么夸张 这一条它的版型就不是那种特别短的短裤 它是那种裤腿比较宽大 白目大短裤的感觉 这种版型的裤子其实特别嫌腿细 因为它把你大腿跟最粗的地方都给遮住了 我觉得这个白色短裤在夏天真的是一定要买一条 这个真的就百搭 但是这一条嘛 我当时就买完收到 然后第二天上网去给大家找链接的时候 发现就已经售庆了 怎么会 我当时就在想我的眼光下也没这么好吧 但是它有特别多类似款 它的类似款跟它基本就完全差不多 就只是这个皮带的搭扣不太一样 这一件呢我就配了一个黑色T恤 我觉得这种黑色T恤也是夏天的一个基本款 其实我下支视频打算做一个基本款的视频 这件T恤呢是我前几天去了一趟Outlet 然后在Outlet买的 这是个我真的是闻所未闻的一个牌子 叫Abay 我就喜欢这种logo比较特别夸张的T恤 或者我觉得买纯黑的都可以 然后这一件它的版性是稍微比较宽松 比较oversize的 因为我买T恤我就想要一点宽松的效果 所以我一般都会买大一到两个嘛 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条slip dress 就是这种吊带的长裙 就是这种很像睡衣的长裙 我上次视频就穿了这条裙子嘛 在视频里看它这个面料真的很像睡衣耶 但是实际上看它是那种非常雍容滑贵 有种低调的奢华的那种料子 但是它这个面料还挺厚的 而且它胸的这个地方多做了一个夹层 而且穿上的时候我觉得胸这边包的很好 就不管你怎么动都不会有走光的问题 这条呢它是一个直筒型的 就是它腰这地方是没有任何收腰的 觉得如果有收腰的那种slip dress会更好看 但是我没有找到那种 就今年我买到的这种slip dress全是这种直筒腰的 直筒腰的slip dress如果是你肩膀线条 手臂线条很好看的女生穿会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这个地方的线条不好看 但是我还是硬穿 如果你觉得自己手臂线条不是很好看 又想穿这种slip dress的话呢 就可以在里面内搭一个这样的T恤 其实这T恤它就版型比较宽嘛 其实不太适合做内搭 用那种更紧身一点的T恤内搭会更好看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 就有一种那种很酷的那种cool girl的感觉 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次买的非常满意的一个单品 当当就是这个衬衣 这件黑色的衬衣 OMG这个料子真的是 它这个料子真的让这件衣服看上去非常的有质感 真的超有质感 就是逛商场的时候嘛 就看到这件衣服我当时试了之后就特别的想买 但是我觉得它价格有点贵 我真的不是很想原价买 但是我当时就发了微博跟大家分享 结果大家都说好看 然后我就越看越好看 我最后就还是在网上买了 这件衣服真很贵 原价是298刀 但是在那个网站如果你是第一次买的话 注册可以得一个九折码 所以我相当于是九折买的 它的料子看得出来是那种很丝滑的 但是它在丝滑的同时 你看得出它是有一点那种小小的褶皱感的 墨影 如果现在这种褶皱的感觉真的超级迷人 非常有那种中世纪的感觉 它这个领口是那种旗带的 就是可以在这边系一个蝴蝶结的 但是我觉得系上不是特别好看 就有一点死板 如果你把它敞开穿的话 真的就很好看 非常有那种潇洒不羁的感觉 这件衣服就在我眼里 是非常有那种古典美的一件衣服 然后我就搭配了一个这个 就是我最近出镜率超级高 然后我平时也超级爱穿 我平时基本出门吃个饭什么的 都穿这条裤子 因为它很舒服 它的那个松颈呢是藏在里面的 可能我就穿太多次了 可能有点丧失弹性了 这边可能就会露出来一点点 就不是很好看 这两个单品搭配在一起 可能有一点点老气 但是我觉得又非常有那种 潇洒优雅的感觉 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有一根女子穿着这一身衣服 然后在街头行走 然后背了个画碗 或者拿了几本杂志的感觉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很美 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两个 我这次买的很满意的单品 感觉我这期视频买的单品 都非常的满意 是这样的一个blazer 这个呢是我昨天才收的 还没有穿出去过 所以吊牌都还没有剪 之前在优衣库室的 但是呢它是一个男装哦 我买的是男装的最小号 这件西装呢 是我当时看到这个颜色 我觉得好好看哦 有一点卡其色 然后又稍微带了一点点 橄榄绿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高端大气 上档次 就是非常有那种高级时装感的 那种颜色 一摸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也很舒服 它是很轻薄 但是又很有型很硬挺 我们女生穿这种男装 基本就是一个 阔型西装外套的感觉 这个面料嘛 真的就非常的适合夏天 因为美国这边 它室内真的空调开太足了 所以我觉得出门 穿短袖真的受不了 准备一件这种长袖 还是很有必要的 里面搭配了一个 这种高领的背心 这也是刚刚收到的 一个COSE的一个长裙 它呢也是一个摆折裙 我其实之前推荐过 一条COSE的这种摆折裙了嘛 但是呢它今年又出了一个 这种不对称的设计的 我觉得这一套搭起来 又非常有那种 日本女生的感觉 嗯 然后有一种文艺知性美 当然如果你觉得 显里面太热的话 你可以配一些 低领的背心啊 什么都OK 跟大家分享一件 非常少女 非常有法式风的一个单品 就是这个小背心 我觉得这个格纹 真的超好看 它是一个有抹胸的 那种感觉的一个吊带嘛 我觉得它有两个设计都很好看 第一个它是这个吊带 就是系带的这种设计 当然这个设计 其实还挺不方便的 这个褶皱感 就会让人觉得 非常有少女的气息 勒得很紧 勒在你的胸上 完全就算你不系 这个吊带 也完全不会往下滑 而且因为它这个布料很厚嘛 就算你不用乳贴 也不会凸点 所以我觉得穿这个 还挺方便的 我就每次出去都是单穿的 这件背心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得出来 是Reformation的 就作为一件背心来说 它的单价还是挺贵的 要129刀 我觉得这件背心 应该是我今年买Reformation的 最后一件单品了 然后我就配了一个 这样跟大家分享的 And the other stories的一个 阔腿的长裤 这个搭配也就很简单 很法式风 配了一个这种 也是这种卡其色 这个视频简直 充满了这种卡其色 这种卡其色 真的是我的真爱 是我在Aretia买的 是一条打折的裙子 我这条真的买的好值哦 当时打对折 而且是店里的最后一条 然后现在网上好像也没有了 就是卡其色的一个散裙嘛 然后它这个面料很神奇 就非常的不容易重 我每次穿都不需要怎么运 就是一个垂坠感 很好的一个散裙 这种裙子就是到处都会有一些 类似款的物会 尽量找一些类似款放在下面 当当这些单品真的太多了 然后我感觉我说了好多废话 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单品 是这个非常有那种仙女的感觉的 一个雪纺的背心 它非常的有设计感 它是各种不同的材质拼接在一起的 然后有那种不对称的设计 右边这边的肩膀呢 有这种就是蝴蝶结的设计 我虽然买的是最小号 但是它穿在身上也比较宽松 整个面料挺挺的 然后也挺有型的 所以穿在身上我觉得还挺显瘦的 这件衣服呢 是这次一个品牌送给我的 这个品牌呢 叫Mute by JL 我也非常的喜欢 这件衣服呢 我这次就搭配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阔腿裤 有那种西装感觉的 你随便搭白色的裤子啊 或者那种有垂润感的阔腿裤 或者那种白色的紧身牛仔裤 或者牛仔裤 我觉得都OK 这个视频的福利要来了 因为我就是下个月要回国了嘛 衣服真的太多了 根本就带不回去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这种品牌送的衣服呢 我都想用来回馈给大家 所以这次呢会有一个抽奖 然后把这件衣服送出去 抽奖的参加的是在我的微博 关注加评论加转发 然后我会随机抽一味送给你 但是呢 因为我现在人在美国嘛 这个抽奖就只限在美国的小伙伴 因为在中国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邮寄回来 中国的小伙伴等我回国 之后还会有很多的别的福利的 那我微博就是此时此刻呢 也有另外一个抽奖活动 那大家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就跟这个活动是两个活动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记去参加抽奖哦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博 和我的instagram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